好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101的賣場 這一片的大門 你可以看到明顯的少了一大片 因為將近12級風之下催行 整個門是倒塌了下來 同時地板你可以看到強大的風壓 更是讓原本的堅固的大理石 地磚整個裂開了 事實上就在靠近捷運站的這一頭 整個風塌的面積可以說更大 因為在這個空曠地方 剛好往下風切往下催下來之後 整個這邊的大面積 地磚全部都被風壓給擠裂了 你可以看到面積將近是有一台車這麼寬 原本下方的地基 現在都還有這個水流出來 而這個地方很多民眾都會透過這個地方 走進這個所謂的捷運站 但是剛剛的風勢強大的時候 幾乎連走都走不動了 稍早我們還直接到了說 事實上有民眾的躲風騎機車 結果整個人就被風給吹倒了 101也趕緊派出救護車把他們給送醫 總共事實上12級風之下 不只是地磚這邊整個被吹裂了 另外那一頭還有賣場的大門 也整個都被催灘了 目前要暫時以臨時門來加強固定 因為畢竟的颱風還要持續 大概快24小時左右了 就是目前在台北101最新情況 也要再加強固定